通往新增花海的赤柯山产业道路 每到大雨都会造成摊房或落石 而这次经过了918大地震之后 情况更加严重了 剩下来的竹林产业道路 变成当地居民的唯一一条回家的路 不过当地居民表示 竹林产业道路又窄小汇车又危险 而路面都凹凸不平 希望能够在整理赤柯山产业道路的同时 也能够修缮竹林产业道路 通往新增花海的赤柯山产业道路 每到大雨都会造成摊房或落石 这次经过918大地震之后 情况更严重 12月初赤柯山产业道路 又在摊房路面形成一个大洞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可能 在明年花季之前 把竹林山的道路改善的彻底一点 完善一点这样 剩下来的竹林产业道路 变成当地居民唯一一条回家的路 不过当地居民表示 竹林产业道路又窄又小 汇车非常危险 路面也都凹凸不平 希望能够在整理赤柯山产业道路同时 也能够修缮竹林产业道路 如果你说竹林山那一条 你把它改善好了 将来我们在花季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像六十淡山一样 从刺客山产业道路上山 从竹林产业道路 变成上下山的方向 有上山的方向跟下山的方向 大家不用在同一条山路上面来汇车 因天灾气候因素影响 赤柯山灾情频传 但各部门齐心协力 期待早日完成抢筒工作 目前行政院已经针对 赤柯山核准灾付经费 日后将赤柯山的各个摊方点 包括边坡路面以及护栏等等 进行全面性的复原及诊件工作 记者高双双与郑采访报道